我叫阿威,我是一個廢墟的探險者 我是David,對廢墟攝影已經有一年的興趣 因為一開始在日本網站看到人們在日本當地拍廢墟的照片 經過Facebook或一些新聞的發現 原來香港也有這些類型的攝影者 就開始自己嘗試去不同地方拍照 其實那時剛好就經過一個地方 我好奇看進去見到為何裡面有一部荒廢的巴士 而這部荒廢的巴士就是我每天上班的坐過巴士 所以就剛好進去這個地方 順便去探究一下這個廢墟 自此之後就開始外向到處去潛入不同的地方 其實每個廢墟你會很好奇 雖然想知道它前身是甚麼建築物 究竟它以前有過甚麼歷史 所以就很想去不同的廢墟 去找回究竟它以前經歷過甚麼事 玩了一兩次之後 原來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玩不完的 所以就一直牽著它 看看去到幾個地方 最難忘的一次是我們打算去深山尋找一個廢墟 但是因為當時我們的時間和預算 我們估計是錯誤的 我們進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發覺不夠時間出來 於是我們最後沒有辦法 就是叫了這個水警輪來接我們走 如果去完這個地方的話 就盡量標榮那個地方是甚麼地方 免得太多有不同意圖的人去破壞那個地方 所以第一,我們去廢墟探險 我們一定不會公開那個地方 我們最多給少許的提示 讓一些有心的人去自己發掘 而我所知其實香港還有很多廢墟未去的 那我的目標就是希望可以走運全香港所有的廢墟 你會很好奇想知道它前身是甚麼建築物 研究這個歷史的心態 這個身份去進入一個廢墟 想看看一個地方的歷史和不同時期留下什麼 一進去那一刻 你所有東西都是未知的 那種感覺就是其他東西取代不了 有意思的 這是什麼事 這道具有的 謝謝 謝謝 我們請一通 那就請把我們查看 這個名字 我們請客 快點 我看 我們請客 我們請客